大地的作者 嗨,大家好,我是贝格 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乘着高铁去旅行 我选高铁因为它安全,快捷,尊实 我手里的这本小说叫作《大地》 那么大地的作者叫赛珍珠 我今天要帶大家走進 陪它乘坐故鄉的地方 那就是千年江南古城鎮江 柏fur個 郭文貴 博物館説說著一座城市歷史紀念一名人文化 knowledge正 common real world 首先欢迎你来到郊山 郊山有住寺院叫定慧寺 郊山有住寺院叫定慧寺 如果不亲自来到郊山的话 可能会觉得它是个很平凡的一座山 但是一进这个炮台 一摸这个大炮 你就会发现这个一尊尊的大炮 让这座山变得非常不平凡 齐律师傅你好 我今天来到郑正非常想学会你们这种郑正特色美食 你能叫我吗 可以 戴上帽子 好的 好 我就在那里 有什么问题 你说为什么出来 那一直是进不出来 au hum 不宰 标准的蟹0000的湯包 新西兰特色的蟹 volunt 王康包 耶 嘿嘿 大家都知道山國隱密 那麼裡面 劉備交情的故事 就是在這裡發生的 喜歡山國的你 一定要來看一下 何處望神州 滿眼風光 北宮 南宋很著名的詩 新契機把這首詩 寫給北谷山 我想知道北谷山 真的有一個 滿眼風光的地方 滿眼風光 北谷樓 非常的秀美 這裡的風光 一定值得那首詩古藏 北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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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邊是文明天下的 金山寺 他是戰爭裡面的三座名山之一 但是今天我不是來看寺廟 今天 是來了解我最喜歡的愛情神話故事 想知道是什麼 包羅美食 我看過 本集是在哪兒 ться 斜 1919 對 找到 西 row liqu 靈 極 呵 還是 美麗的舞蹈 传奇的金山 你能猜出来我最喜欢的神话故事是什么 没错 百娘子跟徐仙的故事 如果你也喜欢 值得你亲自来看一下 开车十几分钟都能到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 这里可以呼吸最新鲜的空气 也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风貌 这里是南山 开车十几分钟 所以呢 美麗的女人 女人 我们这里看到的考古坑叫做一眼看千年 我们西京都古街是有1380多年的历史 你看这里还有五个不同朝代的路面点压层 这里你可以看到清朝 云代 宋元时期 在外面就是唐朝以及之前的路面 正所谓唐宋元明期的城堡 看到今天一眼看千年 所以清朝 清朝 明朝是小砖 我们现在头领头的这个卡叫做召观石塔 是西京都的特色 是一种过街式石塔 过街式就是中间可以走过人的 这种塔是元代现的 到现在703年了 背头 这条石板路是我们西京都古街 保存最完好的一条石板路 你看中间这一道凹槽 能看到吗 看到了 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 还想 你这次答错了 我看一看这辆小车 这个凹槽就是这种小车碾压出来的 这条小车碾压出来的 再加上一个两个 老婆 我们来了 谢黄苍包 一块钱一个 谢黄苍包 一块钱一个 谢谢他特色的 谢黄苍包 谢谢他特色的谢黄苍包 谢谢你 如果來到鎮章不吃江心的話 那就等於你沒來過 鎮章最有名的河豚 這是我們長江裡面江心之一刀魚 是慢慢平的 好吃 很香 超級嫩 不錯 現在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的父母在西西蘭 所以能受我父母的開心嗎 還有我父母的健康 那就做他們健康長生 學到這個社 大小小老公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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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授 您能幫我們揭曉一下 王山的四寶嗎 好的 茅山四寶是宿船 徽宗房子 是給我們茅山上青派 二十五代住宿 叫劉恨康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件寶臥 叫玉燕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件寶臥 叫玉龜 龜它是過去古人的一個禮器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三件寶臥 叫哈燕 過去道士上表的時候 要用到朱砂 朱砂不怎麼好融化 我們這個哈燕有個神奇的地方 把朱砂放在裡面 只要輕輕地哈一口氣 馬上這個朱砂就可以迅速地融化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四件寶臥 叫真心符 它之所以叫真心符 主要是上面有一個我們召加一個符落 你每一天把它吵 我剛來是說正常吃個沒得讓人吃醋的地方 想知道為什麼嗎 我現在就解釋它 被煙灌 這個有大分的香味非常地香 對 前面比較煉 是它的後味 還是留著糧食的味道 還是留著糧食的味道 我有點怕 啊對 現在留口水 我覺得很特別 我從來沒有嘗過這種的醋 還是那個糧食的味道很蠢 很刺人 是 過了 沒有 好 快 來了 與你 你不好 你乖 你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